这监控中的一幕并不是有恐怖分子在袭击市民才安置的炸弹 而是一名中专生自制的炸药 他为了更快地搞到钱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将炸药和自助取款机的原理都搞清楚 并有着十分敏感的反侦察意识 那么他到底有多么厉害 深夜的一声巨响 让一名小伙彻底火了 警方怎么都找不到罪犯 在2014年12月14号的晚上 这天深夜县城里的居民们大都进入了梦乡之中 大街上还零零散散的有几名行人 而在这些行人之中 有一名小伙子可以说是全副武装 他身上绑着自己研制的炸药 口袋中装着各种工具 他在一家自助取款机前面 观摩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果断走了进去 不出两分钟 这个自助取款机就发出了一声轰鸣的巨响 犹如平地惊雷 而这个小伙在浓烟刚刚升起的时候 便火速从里面爆出钱箱 随后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这一下直接让周围所有的居民都震醒了 他们还以为地震或者工厂爆炸 赶忙跑到楼下 却发现小区门口的自助取款机里 正冒着浓烟 而在银行对面吃宵夜的人是 整起案件的目睹者 他当时正跟朋友喝着酒 只是突然看到有一个小伙子的身影走了进去 随后不到两分半钟 银行的自助取款机就发生了爆炸 产生的玻璃碎片甚至都飞溅到酒桌上 可见炸药的威力十分巨大 他差点吓傻了 连忙掏出手机报警 而在警局的值班人员 也听到了这巨大的轰鸣声 还没反应过来 就接到了报案人的电话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来到现场后 警方立即对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因为他们并不清楚爆炸的真实原因 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二次爆炸 为了保障居民们的安全 只能这样做 等到浓烟散得差不多的时候 警察才能进到自助取款机中查看 起初他们以为是机器出现了故障 运行不了才发生的爆炸 不过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因此警方必须要更加细致地调查 核实过后 警方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爆炸的中心点 就是在自助取款机的取钱口 而且机器里面的纸币不翼而飞了 周围的碎屑中也没有纸币的残渣 警方意识到 这很明显是一次有预谋的犯罪 而且罪犯的目的就是自助取款机里面的钱 可这次犯罪的线索 可以说知之甚少 整个犯罪现场 警方只发现了 罪犯遗留下来的水管 胶带和铁丝等东西 跟罪犯真正相关的 却只有半截脚印 这对于警方来说 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 警方通过对脚印的研究 认为罪犯是一名年轻的男子 身高在1米75左右 而且会使用炸药这种东西 肯定是一个高材生 少说也是个爆破专业的大学生 不过这样的描述过于笼统 警方认为 首先还是要从现场发现的物证开始调查 他们将拿到的水管 按照商标找到了生产商家 想要从店铺的购买记录中找到线索 但是店铺的老板表示 自家的这种水管 每天都能卖出上万件 而且还会发往全国各地 不会留下什么记录 想要找的话 跟大海捞针没有区别 接下来 警方还找了其他的工具商家 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些工具都是市面上极其普通的物件 每天的流水都是巨大的 根本不可能从中找到自罪犯的信息 不仅如此 警方甚至还不知道 这名罪犯到底是不是本地人 那样一来的话 破案将会更加棘手 很明显 这种方法行不通 警方只能被迫采取第二套方案 那就是希望罪犯是本地人 然后根据之前推测的罪犯特点 在本地进行寻找 首先警方认为 罪犯肯定是一名高材生 不然一般人不会有如此缜密的计划 并且对炸药这种东西 有如此深厚的研究 其次罪犯很大概率 是从爆破专业毕业的 结果在本地将近 二百多名的人员名单中 警方通过逐一排查 没一个人有作案嫌疑 深夜的一声巨响 取款机里的钱全被偷走 到底是谁的行为 这两种办法都没有取得成效 警方只能采用最笨拙的方式 在案发现场周围调取监控 希望可以通过监控 来寻找到罪犯 可是在监控中 警方只能看到一个戴着头套和手套的男子 背着工具趁着晚上没人偷偷地来到自助取款机面前 从安置炸药到拿走里面的钱 这整个过程甚至都没有五分钟 这期间可以说他是十分专业的 一点披露都没有 指纹也没有留下 单凭监控中的信息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 这让警方感到十分困扰 他们必须要尽快抓到罪犯 不然整个县城的居民都会一直感到恐慌 没有办法 只能再次调取监控 这时才发现罪犯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他在完成偷钱后 就可以低着头绕在路边拐进小巷子里 这里可没有监控 不过警方明白 小巷子里肯定没有罪犯的住所 他们就一直在小巷子的各个出口处 监控仔细观察 终于在一个很小的出口处 一名身高差不多的男子出现来监控中 他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不过他还是十分忌惮监控 时不时地瞥一眼监控 这个人有很大的嫌疑 警方立即出动 对该男子进行追踪 只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这名男子就这么一直走 连车也不坐 硬生生靠着双腿 走了将近十几公里 来到县城的边缘处 警方考虑到现场抓捕 很有可能会导致他狗急跳墙 并不清楚 他身上是否携带了炸药 为了市民们的安全 居然静观其变 继续跟着他 很快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嫌疑人已经快要走到山脚下 这已经是最佳时机 不然让他溜进山里 想要再抓到男儒登天 前线的警方再也管不了 他有没有带炸药 不顾自己生死地冲了上去 嫌疑人看到一群警察 朝着他扑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扑倒在地上 洗提一副银手镯 好在嫌疑人身上并没有炸药 警员们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 随后警方将嫌疑人带回了警局 对他进行了审讯 嫌疑人名叫叶孟飞 十年22岁 是甘肃本地人 而他的学历却只有中专 且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就是一个小混混 这让警方感到匪夷所思 按理来说 懂得如何制作炸药的 一般都是一些高学历人才 都是接受过这方面教育的 而他一个中专生 居然会自己制造炸药 警方不信他的供词 质疑他还有同伙 只是自己是执行任务的人而已 叶孟飞哭笑不得 他表示自己确实就一个人 一切行为都是自己一手策划的 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了帮助 警方还是不信 叶孟飞只好讲出了自己的经历 天才一般的儿童 一心只对化学感兴趣 为了搞到钱不择手段 叶孟飞很小的时候 就表现出超乎常人的智商 由于在对自然探索的方面 他十分好奇大自然的种种现象 在上初中接触到化学之后 这就成了他的一生之爱 每天都在想着物质之间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导致他将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这方面 其他学科的成绩退步很快 最终在中考的时候 虽然化学他可以考到满分 但其他学科的分太低了 并不足以让他考上高中 结果叶孟飞只能上了一个中专学校 在这所学校中 他依然对别的学科没有任何兴趣 只要研究自己心爱的化学 还在这段时间里 对军事十分着迷 随着接受的物质越来越多 他逐渐开始对部队中的武器产生了向往 他想弄明白火药枪是怎么打出来 想要弄明白炸药是怎么研制的 怀揣着这种梦想 他从上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要靠自己研制出炸药 可惜他上的这所中专也是一个混混学校 从学校毕业之后 叶孟飞根本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 他很快就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毒打 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 随后他就跑回了家 在父母的教育下 他总算明白了自己的过错 并在父亲的帮助下来到一个修车厂工作 这里的生活是极其简单乏味的 作为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他一点都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而正在这个时候 叶孟飞通过电影 看到了香港的《古惑仔》等影片 电影里惊险刺激的警匪大战 震撼了叶孟飞的心 他想要过上那种生活 他也想要有挥霍不完的钱 可是他没有本事 也没有学历 想要挣得到钱 简直比登天还难 思来想去 他想到了自己曾经最喜欢的制作炸药 他明白 只有抢劫才是最快的发财方式 但是他又不想伤害到别人 于是便想着 不如直接炸毁自助取款机 这样来钱多还简单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叶孟飞便开始着手准备 各种制作炸药的材料 甚至为了测试炸药的威力 他还跑到荒山之中进行实验 随后他来到县城中 对几乎每个取款机 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 包括监控摄像头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叶孟飞才开始他的罪行 但前三次的犯罪中 两次未能爆炸成功 有一次虽然成功了 但里面并没有钱 他唯一成功的一次 还被警方抓到了 最终叶孟飞交代了偷得的钱 都放在了一座庙的地砖里 因为他知道这里的人都信佛 藏在里面回很安全 叶孟飞也因为自己的罪行 祸行十一年 自己的大好青春就白白葬送了 当警方找到他的住所时 才惊讶地发现 他居然住在山洞里 并且要徒步将近五十公里 才能来到县城作案 他最终只拿出了十几块钱 买了一顿炒面犒劳自己 而这十几块钱 也买了十一年的牢狱生活 也买了十几块钱